有关日本自卫队的一艘护卫舰 此前驶入中国领海问题 中方已向日方表达了严重忧虑 而日本防卫省11号不愿直接回应 有关自卫队护卫舰驶入中国领海问题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周四举行记者会表示 自卫队在周边海域空域进行警戒监视 具体细节不便透露 自衛隊在兵部队从我国周围海域区域 警戒监视活动を始め 様々な活动を実施しておりますが お尋ねの件については 自衛隊の運用の細部に関する内容ですので お答えは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日媒报道称 7月4日上午 在浙江省近海航行的海上自卫队 护卫舰梁月号一度驶入中国领海 自卫队船驶入中国领海极为罕见 日方称 中方当时立即要求日方舰船驶离 中国政府以下日方表示严重忧虑 日本政府回应将对经过进行调查 防卫省已对舰长进行调查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外国船只可以在別国领海无害航行 日媒称 梁月号驶入中国领海 可能并没有违反国际法 但自卫队船驶入中国领海极为罕见 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清楚 防卫省有关人士表示 梁月号护卫舰当时从公海上监视中方演习 在接近中方领海时被中方驱离 而梁月号在中国领海航行的时间 大约为20分钟 凤凤卫视 李淼 沈宁正盛 日本冬季报道